嗨,大家好,我是圆圆姐 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找工作的第二个要素叫平台 如果你能够进入个好平台的话 那么你就会被这个平台赋能 赋能的意思就是这个平台会给你更多的价值和能量 让你工作越长越好,未来越来越顺 所以当有人问我说圆圆姐我应该去大公司还是小公司的时候 我就很想纠正她 其实你应该考虑的不是说去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你应该考虑的是去大平台还是小平台 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说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它侧重的是这个公司的体量的大小 或者公司员工 这个大公司有一千人 小公司只有一百人 可是我们说到大平台还是小平台 它衡量的是这个公司的江湖地位是怎么样的 这节课呢我们就是要来讲一下 大的平台跟小的平台分别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面对大小平台的时候应该怎么选 最后呢给进入其中的同学去提几点建议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们先来说一下选择一个大平台有什么好处 首先你能够训练一种系统的洞察力 什么意思呀 你要知道很多公司它之所以运行的好 它的江湖地位高 是因为它整个公司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 什么意思 比如说宜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大家知道宜家是卖那个拼家具的零件的 它不是卖那种就是整装家具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们家的仓库是可以放很多很多家具的 对吧 因为它又不是说放一个沙发放一个衣柜 它只是放零件 所以它的这个库存量就可以很大 那最终呢 它这个宜家的这个消费的流程成什么样了呢 是我到了宜家以后 我先去按照它给我的这个广告图去选一下 我想要的这个家具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我喜欢这个了 我在这个一层的仓库里面去提走我要的家具 我随时就可以提走 我不用等几天让它送货上门 对吧 我提走以后呢 这个付款 然后呢 我就把它带到家里面 自己去组装 我有的时候自己还可以去设计 它这个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 不信你去给一些传统的家具城的老板去提建议 你跟人家讲说 哎呀 我们能不能学一下宜家 对吧 我们也把很多这个家具放到仓库里面 让这个消费者可以随时就带走 不能 因为普通的家具城 它卖的是组装好的家具 它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库存量 就是放在店面里面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在宜家工作 你就能够看到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行的 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小店工作 你看不到每个环节 你不知道整个系统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在大平台跟小平台 待得太久了之后的眼光的差别 我有个朋友呢 在一个小公司做这个客服部的负责人 总是招不上来人 人都留不住 就是待一两个月 这些人就都走了 他觉得自己挺努力的 为什么就留不住人 然后呢 他就给一个大公司的一个朋友去请教 那这个大公司的朋友呢 跟他分析完了以后就告诉他说 你们公司的制度有问题 因为你们公司呢 是一个这个房产出租的小中介公司 那么你们招的这个销售呢 就负责把房子租出去 他租出去之后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他的提成就到手了 所以他可能在把这个房子推借出去的时候呢 就会夸大这个房子的好处 然后呢 就会产生很多的客服问题 所以呢 这个客服部的同事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 客服部就拿不到奖金 还有怨气 那么这个大公司工作的朋友 就能一下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他在成熟的公司里面工作过 大公司在这些管理方面是很有经验的 所以他可以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看到 这就是大公司给他的眼光 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就不会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他在大平台浸泡过 他对一个公司的一个成熟的管理跟规范 有更深刻的理解就能够看到问题在哪 所以这就是大公司工作之后的好处 教父里面有句台词叫 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 和花一辈子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 他们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系统的洞察力 是你在大平台能够学到的无价之宝 大平台给你的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人脉资源 除了能力之外 大平台带来的资源积累 也不是小平台可以比你的 这个积累主要是体现在人脉上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陈思真爱网的总裁 哪里出来的呢 阿里巴巴 汤鹏一道用车的联合创始人 哪里出来的呢 阿里巴巴 陈华唱巴的创始人 也是阿里巴巴出来的 还有这个同城网的创始人 在往下美团的二号灵魂人物 好多好多他们都有一个 曾经的共同的身份 就是阿里巴巴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阿里巴巴出来了许多人 他们都去互联网行业去创业了 有的是从阿里巴巴出来一起创业的 因为曾经一起在阿里巴巴工作过 所以彼此信任 那有的呢 在创业过程当中可以相互合作 危机的时候还可以相互扶持 这种人脉资源不是小平台能够给予的 这是大平台的第二个好处 大平台的第三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给你一个能力认证 在有些公司工作 就好像得到了一个技能培训的认证书一样 他就可以在你以后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发挥作用 比如说像麦肯锡 你在很多新闻当中都能看到麦肯锡 这家公司是著名的咨询公司 他们家呢 雇佣世界顶尖的MBA的毕业生 然后他们给这些毕业生超级棒的培训 所以从麦肯锡出来的人到了市场上 大家都会抢着药 我之前在看书的时候也发现过这样一个事 一本呢是百万富翁快车道的作者 一本呢是这个江新注入 也就是星巴克的创始人写的自传 就这两个人都同时在一个公司工作过 叫施乐公司 施乐公司呢是复印机的鼻祖 他就是卖这些复印机啊 打印机啊 这些东西的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销售培训非常棒 这两个人都提到 在这家公司经受过销售培训出来的人 到市场上呢 基本上这方面就不会有问题了 所以你在一个江湖地位高的大平台工作 对你以后找工作是有好处的 我在非你莫属的时候呢 一接到这个选手的简历就会看 他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然后现场的那些老板呢 他们只要看到这个选手曾经在一个特别大的公司待过 他们就会经常用这样的话术 说你在那样的公司去工作过 所以你某方面的能力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有一些公司 大平台 他们用人的标准就放在那了 他们的考察很严格 他们的培训很棒 所以这个就会成为一个认证 让你在接下来的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会更顺利 这是大平台的第三个好处 就是能力认证 第四个好处呢 就是大平台的空间大呀 你在里面啊 可以有充分的晋升 对吧 你所能够调动的资源 然后可能是小公司完全没有办法比你的 你在大公司接触到的项目啊 还有这些合作对象啊 那是在小公司不可能够得着的 这是我们说的大平台的第四个好处 叫空间很大 但是它不仅有好处 它也有坏处 还有哪些坏处呢 就在大平台当中啊 很容易让人身上产生两个毛病 第一个毛病呢 就是把平台的能力当成是自己的能力 我有一个朋友在新浪微博工作了两年 然后在新浪微博的时候呢 就是管那个明星的啊 这个新浪微博的曝光量的 然后好多大明星 然后还会寄礼物给他什么的 结果呢 他就觉得自己挺厉害的 他就从新浪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就发现 以前那些捧着他的人都不搭理他了 这就是把平台的能力当成了自己的能力 而且在大平台呆着还有一个坏处就是 可能学习能力会下降 大平台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权责非常分明 就你做的就是这个环节的事情 所以一旦你在这个环节上比较熟练了 你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就容易形成养老的心态 久而久之就会失去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而小平台不一样了 整个公司都在求生存 你要不停的去想办法去扩大业务 你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然后所以你在这的时候就必须要不断的学习 去保持竞争意识 这种氛围是大公司没有的 所以很多人在大公司工作了几年之后 会选择跳到一个小平台 就是为了不断的去保持一个精进的状态 否则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很多悲剧啊 就是什么中兴出来的 然后失业之后就跳楼了 然后大公司出来以后啊 去送外卖了 就这些都是因为在大公司没有 成长造成的 所以我们分析了大公司的好处跟坏处之后呢 综合来看一下 我们在考虑平台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重要的两个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平台对你未来求职的好处 就是我在这工作之后 对我之后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那第二个你需要考虑的就是 你在这个公司的成长性 你在大公司里面千万不能 就是一直都做自己熟练的事情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你跳一跳能够得着的事情 让你会有最好的成长性 所以这是我们两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然后我们用这两个因素来看一下 在选择小平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选择小平台有好处了 他们不是说招不到人 小平台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你做的工作的范围很广 小平台经常是把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所以你会做到各方面的业务 那么这种能力呢 对你以后求职其他的小企业 跟创业型企业会有好处 但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眼光独到 你去对了公司 你去对了平台 你会跟着这个小平台 一起实现爆发式的增长 比如说我这两年就看到 我有些朋友在这个自媒体行业啊 就是跟对了老板 老板以前就是做公号的 然后呢就变成了行业巨头 那他呢就从一个 就是入职之后的一个小毕业生 在两三年内居然成为了副总裁 这真的真的很可怕啊 这个发展速度 这就是小平台求职的好处 我们要去转向求职一个小平台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呢你要明白 自己的抗压能力怎么样 你是那种越压 做事越出色的人呢 还是只能接受一定范围内的压力水平 你是那种面对不确定性会开心的人 还是说需要在一个组织性很强的 有明确发展方向的环境当中去工作 换句话说 你适合在大平台里面当小虾米 还是小平台里面当大鱼 这个会决定你职场的幸福度 然后第二个你需要考虑的因素呢 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一个有主见的人呢 就是他能够拿定主意 他有一个能力就是在方向不确定的时候 在很多因素尚在变化当中的时候 当问题比较复杂的时候 他能够去下决策 他能够做选择 这就是在小公司里面工作 特别需要的一个能力 因为好些事他不确定 你去问老板你会发现 老板对很多事情也没有清楚的看法 他反过头会问你说 那你觉得这个事怎么办 所以在小平台工作 你一定要有我刚刚说的那种决策能力 你要想办法提方案 而且你要想办法去落地 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自己是不是有那种决策能力的人 是不是在状况不明白的时候 可以有主见 然后第三个你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多少资源可以变现 比如说你有多少钱 去小平台的时候呢 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钱给够了 一种是钱没给够 但你觉得有希望以后能给更多 不管钱给你多少 你去小平台的时候 一定要去掂量一下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 因为很多小平台 他的存活率不高 就是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开了几个月之后 项目没有做起来 或者是几个月之后 这个公司就倒闭了 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就会发现 有很多人 他的上下公司就倒闭了 那公司倒闭之后 你就要有这个风险准备金啊 你不能说就是我公司倒闭了 我就发现 哎呀我的这个米粮就断了 我的生活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样不行 你最好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准备金 有一定的金钱基础 你再去一个风险比较大的小平台 第二个需要考虑的呢 就是人啊 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认识什么人 这些人给你去的这家小平台 能带来什么 这些人脉能不能变现 帮助你把这个小平台发展的更好 这些都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们总体来捋一下啊 就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通常情况下 大平台适合职场新人 小平台适合职场能人 那如果我们的同学当中 大部分是职场新人的话 你可以先去一个大平台 进入大平台之后呢 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就是首选核心部门 不要去太新太新的部门 因为很多新部门 我告诉大家怎么回事啊 像支付宝这样的大公司 他们会每年投入很多 去尝试做新的业务 就是反正我在这个新业务上 就放人 能做起来就做起来 做不起来我就砍掉 我可能同时放了100个新项目 我看看哪个能做起来 能有一两个做起来就很棒 所以他们会每年放很多人去创新 那这个创新的风险就很大 所以如果你进了一个大公司之后呢 就是新部门的业务没做好 你就可能会要面临被裁掉的风险 第二呢就是在大平台容易出现大企业病 你还年轻 所以你要在工作上去保持活力 我刚刚说过的大平台 往往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每个人就负责自己那一块 这也是我当时在大平台工作了 三四个月就立马辞职的原因 我是受不了这个的 我受不了就是 常年累月的就做这么一块 然后呢终于等到晋升 然后工资是固定往上涨的 因为他的晋升机制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我一眼就能看到 我到明年做的好能够赚多少钱 我受不了这种惯性思维 我受不了这种规范化的工作 我就会失去生活的热情 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 从大公司离职了 我就去考研了 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在大公司 跟大平台工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当然也有同学会说 袁姐就按照我的条件 我根本就进不了你说的那些大公司 大平台 我可能最后也只能选择一个小平台 那我到小平台工作的话 我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我们讲过的 选择一个发展前景好的行业 比如说我去了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可能后面没有做好 但这个行业很好 对吧 我可以在同行业里面去跳槽 而且如果行业好的话 公司做好的概率也很高嘛 所以这是第一点 要选择一个发展前景好的行业 第二呢就是选一个创始团队厉害的公司 大家知道在小公司里面呢 一般情况下管理是比较扁平化的 层级比较少 所以说如果一个创始团队厉害的话 他不仅说可以把这个公司做好 还有一点就是 你跟在他们身边 你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大部分人呢 在出入职场的时候都是懵的 这个时候身边 如果有一个很值得学习的榜样的话 你的成长速度肯定比别人要快 所以职场引路人很重要 要找一个厉害的团队 然后尽可能的从他们身上去学习知识 借鉴经验 这是你去大平台不可能享有的待遇 对吧 很多小公司 你可以天天看到创始人 你还可以跟创始人去聊天 但是在大公司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是在小平台工作当中需要注意的 就是选一个创始团队厉害的公司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 我们再帮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选平台的时候 需要考虑平台能给你的价值 还有你的成长性 你的施展能力的空间 第二呢 就是大平台的主要优点 可以培养你系统的眼光 可以给你能力认证 可以给你更多的资源 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足够的精神空间 小平台的优点就是 它适合那些主动性强 有主见的人 它能够让你在工作当中 不断的保持经济跟警惕 第三就是大平台适合职场新人 小平台适合职场能人 第四 进入大平台的话 尽量选择核心部门 不断的保持活力去学习 进入小平台的话呢 选择一个发展前景好的行业 跟一个创始团队厉害的公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启发